眾所期待的永狐大戰 你期不期待這個對戰? 當然期待啊,誰會不期待? 你不期待嗎? 其實你意外嗎? 勇士最後追分,大家意外嗎? 我不知道,應該是勇士吧?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可以拍瘦一點嗎? 你從第一場比賽 LeBron跟Curry,你覺得他們兩個 誰會勝出?在這個系列戰的話 在這個系列賽 我告訴你,LeBron跟Curry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Anthony Davis 他如果能像第一戰一樣 一直當這系列賽裡面最好的那個仇人的話 那胡言就能贏 如果他還是像之前一樣 有一搭每一搭在那邊打百子的話 不用受傷啦,光是像之前那樣打百子 胡言就贏不了 那今天Game1其實你也有看嗎? 其實他們前面在拉鋸,後面勇士又打一波 其實忽然也有點危險 那你覺得,這會打到第幾戰? 我覺得,我個人是希望 達到第七戰啦,然後你講 今天勇士那個 最後一波14比0 那其實你意外嗎? 勇士最後這一分,大家意外嗎? 不意外啦,打到最後一波球選 剛好 那Jordan Paul最後的那個出手你怎麼看? Jordan Paul最後那個出手 其實這NBA球員常常喜歡講一句話說 It's a make or miss league 啊這聯盟要嘛就進,要嘛就不進 一翻兩瞬眼啊 所以如果Jordan Paul今天投進的話 就是年輕人 好啊! 強心上啊,未來是你的啊 浪花傳人啊! 如果沒進的話就是 你啪啪! 為什麼不傳球是不是? 所以他不就這樣囉 就投出去 所以你覺得他沒有對跟錯? 沒有對跟錯,只有結果論 結果就是錯 那撇除這個的話,你自己個人認為 總冠軍會是誰的? 我原本覺得總冠軍是公路 結果公路被吉巴人我的超人給搞掉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看起來 東區這邊應該是賽爾提克吧 我不知道 西區那邊應該是金塊吧 我不知道,應該是勇士吧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 所以你沒有一個最終的結果 你要我私心講的話 我希望是勇士 為什麼? 因為咖哩大神 我喜歡 3品 那 那 勘勘呢? 對勘勘的評價呢? 勘勘的評價只有 RESPECT而已啊,還有什麼 就是 就像我們前一輪 這個狄龍已經告訴我們 不要惹姆斯大大 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 所以 關於詹黃,我什麼都沒有話說 RESPECT ALL THE WAY 我覺得會打到第七場 因為從第一場來看 其實就已經非常激烈了 那我覺得在這個系列賽 兩邊都有自己非常棒的武器 那勇士隊就是明顯的外線 三分球的部分是要優於虎人隊非常的多 那虎人隊這一輪系列賽最大的優勢在禁區嘛 高度的部分不管是AD或是Vanabil都是很大的一個優勢 所以我覺得兩邊都有自己非常好的一個武器 然後從第一場比賽看起來也非常糾結 所以我覺得會打到第七戰 那其實兩邊都有各自的信心嘛 拉布朗跟柯瑞你覺得在這個系列戰誰會勝出 個人的表現 個人表現其實應該不伯仲之間呢 我覺得兩個人應該會差不多 那一樣就是不同的一個模式嘛 但我覺得以他們這種等級的球員 就是這種GOAT啊 就是史上最偉大的球員 他們比較不會著眼在個人的一個成就上 我覺得反而會放影在球隊的勝利 所以說其實誰能夠過這一輪 會是比較重要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會把個人表現擺在其次 那你覺得勇士的主場的優勢是不是已經沒了 我覺得勇士隊今年例行賽主場很強啊 那這個季後賽當然又不一樣嘛 從第一場比賽來看被虎人隊破掉主場 但是我覺得問題不大 因為其實打氣場比賽 戰線還是會拉長的 那再來就是說勇士隊在過去這個 從2014年開始吧 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每一年都有在客場 每一個系列賽都有在客場贏球的紀錄 所以我覺得 就算胡人隊能夠在勇士主場拿下一勝 但是呢 要去到胡人隊的主場洛杉磯 那勇士隊應該也是能夠拿下至少一勝 所以我覺得到後面 其實也要回頭來看就第七戰 那還會是勇士隊主場 我覺得這個他們優勢還是在的 那談一下Game One最後 Jordan Paul那個出手 你怎麼看 我覺得其實大家很多的意見跟想法 當然先講到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勇士隊這場輸球不在於說是Jordan Paul那個出手 那個出手當然有待商榷 但是輸球的原因那只是其中之一啦 那我自己當下的反應 我是覺得說那個出手是 對我來講會比較不合理 第一個我覺得那個出手還有時間 那再來 其實Jordan Paul的這個 季後賽的表現也是比較有起伏的 再來就是也還有暫停嘛 然後Curry跟K湯其實也都在場上 不過其實從另外一角度來想 當時Jordan Paul是一個外圍的空檔機會 那很遠沒錯很遠距離很遠 但是他覺得他是一個空檔 當時防守上是有人對到Curry 然後有人對到K湯 所以或許他的角度來看 他覺得那是一個機會 那其實賽後Kirk教練也有挺他 覺得說這是可以的 那我覺得這個出手就是 我自己的感覺不是太好的機會 因為真的太遠 我覺得稍微再近一點的話 我覺得很OK 我覺得完全OK 但我覺得那個距離真的太遠太遠 那不管怎麼樣結果就是沒有投進 所以如果從結果論來看 就是沒有把握住這樣子 那你之前其實跟柏仁有 波倒一場T1的比賽 呂菜與倫 最後那個出手 感覺到你們兩個也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不適合的投籃 對嗎 嗯 確定 這個出手是什麼情況 這個 呂菜怎麼會想要投籃啊 整場比賽都沒有上來 而是在最後上來犯規的球員 怎麼會是他來做到投籃呢 他怎麼會想要去出手啊 還有5秒耶 這個為什麼不把球給艾夫柏呢 這呂菜到底怎麼了 不是在拆炸到還有5秒 艾夫柏就在他的身後 他回頭把球端給他 我知道大家都想當英雄 但是這個機會應該是 對 呂菜那個球也是我活的 但我覺得今天破這個球 跟呂菜那個球是完全天壤字典 呂菜呢 他是在那場比賽幾乎前面都沒有上場 而且他平常本來就不是一個三分為主的球員 他是幾乎整場比賽都沒有上場 那做那個倉書的出手是非常不合理的 呂菜那個是完全我覺得完全不能不合理那樣的一個出手 但破不一樣 破其實這是一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把呂菜這球挑到破這球 是完全沒有辦法比較 當然破他三分本來就是有一定的穩定性 本來就是能夠投三分球 而且過去也曾經投進過這樣這麼遠的這種大號三分 那當時場上其實 湖人隊重點盯防也是盯防Curry跟Catown 那破雖然說距離很遠 但也是一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今天破這球跟呂菜 當時那個球是完全沒有辦法 一點都沒有辦法去做相比 對 那撇除這個系列戰 你覺得誰會勝出總冠軍 總冠軍賽我是看好太陽啦 那這是在季後賽開打前的預測 但現在太陽隊因為被驚壞隊連贏兩場了 所以非常危險 那再來目前看起來Chris Paul 好像在第三場到第五場比賽 可能都沒有辦法出賽 如果他真的都缺席的話 那太陽隊其實還是蠻危險的 所以說現在我覺得很難說耶 目前可能會比較傾向 如果現在可以改的話我覺得會選 賽爾提克吧 對 為什麼 我覺得賽爾提克整體的戰力還是比較穩定 雖然說他們第一場比賽也輸給了76人 但是賽爾提克其實有冠軍的經驗 然後 其實在東區 我覺得他們整體的團隊默契還是比較好 然後再來他們各個的點都還蠻平均的 其實打到最後面我會覺得板凳球員是很重要 那我覺得以各個隊來講 板凳上最穩定的應該就是賽爾提克 不管是Bragon 不管是其他的像是Grand Williams 或是這些都是可用之兵啦 Robert Williams三世 所以我覺得整體戰力目前燒勝一籌的 我覺得還會是賽爾提克 感謝台塑人滑由AUTO PLUS贊助播出